我要再次強調 陸委會的工作 現在國民黨做的都是應該是陸委會應該要做的工作 陸委會這個單位現在在中華民國裡頭還有用嗎 除了會批評刀路以外 跟刀路的溝通往來之間盡了什麼樣的心力嗎 就是無能為力嘛 除了會限制國人 不能經歸 限制自己的台商 不能走小三通 限制自己的國人 不能怎麼樣 不能怎麼樣以後 他真的幫我們台澎金馬的人民做了什麼事情嗎 沒有 就是限制嘛 所以陸委會自己的事情做不好 人家去做了後 還在後面扯後腿 這個實在不利兩岸人民之間的往來 也對我們的發展 對台海的和平是沒有幫助的 我是覺得陸委會實在是 陸委會這個單位是不是有沒有考慮要廢掉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任何的功能 除了他的功能 除了不讓台商走小三通以外 還有什麼功能呢